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我们一起爬高山下低谷的Pastor Ezekiel 感谢神因着Pastor Toto Kwan跟Cister Edylin的爱心 他从一个可能看来没有希望的一个情况里面 带给我们的这位牧师有一个希望在里面 感谢对于充满爱心的夫妇 充满爱心的感谢他们 神的爱在这里 神的爱在这里 弟兄姐妹 今天的确是神的爱来帮我们带到这个地方 然后来遇见他 弟兄姐妹每一次我在讲道的时候呢 就好像预备一个很棒的一餐煮给弟兄姐妹 其实我很喜欢煮的哈 我其中一样拿手的就是 Nasi Lema Rendang Ayan 好像不相信这样 刚才一段见面的时候我会谈一些 其实我很喜欢煮的 因为在MCO的时候我跟师母都在做那个 Home delivery啊 没有办法 因为我们是叫做教育的 然后落到吗 没有办法哈 所以要想办法要为孩子哈 要要来怎么讲呢 让这个生活来维持哈 我们就做起这个大概两年多的这个 这个Home delivery哈 所以在当中呢 虽然是苦但是学到很多样菜哦 其中只是Nasi Lema Rendang哦 有有有有我弟弟从来没有吃过 但是我弟弟回来一次的时候 哇你的人当好像是牛亚人当哦 哦可以卖哦 但是这个不是我的我的梦想啦 要去做这个 所以每一次一杯奖道就好像一杯一餐 要放很多的材料很要很努力的 去预备一个奖章给大家好不好 这是传道人应该要做的事情 要很认真的去把那个道讲好 啊要很认真 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说 可能同一篇道呢 同一篇道呢同一篇信息的不一定都会帮助到每一个人 为什么除非我们已经预备好我们的心 真的除非我们预备好我们的心 圣经里面呢有讲到 神的道就好像种子 啥种对不对 大家非常清楚的啥种的比喻 如果是好的新土 这个种子落在好的好土上 好土就是代表我们的心田 它会结实结果是出三十倍 六十倍一百倍 如果不是好土 就好像撒在旁边的 让飞鸟 就 淡走了 啊 就那个种子就不可能在萌芽 飞鸟在圣经里面那个鼻翼就好像恶子 好像恶子那样 魔鬼那样 然后偷掉了走 所以今天为什么我们一定要来祷告 我们要捆绑这个二者 让这个二者没有能力 在我们每一次听到的时候 受到一切任何干扰 我要请弟兄姐妹我们一起从我们的座位站立 我们一起来先为自己来祷告好不好 我们今天 今天的道不会很深 今天的道不会很深 我们先为自己祷告 求神来预备我们 让我们的心 是一个好土去能够领受神的话语 好不好 我们一起开生 一起开生为我们自己祷告 阿雷路亚主我们赞 谢谢祷告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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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父神阿我们向祢感恩 就如刚才那首歌 我们不知道为什么祢对我们那么的好 主啊今天我们来到祢的面前 我们满心感谢主 今天有这样的一个福分 有这样的一个恩典 我们恳求主 祢来除去我们一切的疲惫 除去我们一切的劳苦重担 主啊我们要像玛利亚那样 玛利亚那样来到祢的耳根前 靠在祢的身旁 单单来听祢的道 主我们知道主 祢今天有话也要对我们锁住 主啊不要让我们有刚硬的心主 主啊祢来乱化我们的心主 我们知道主啊 祢是我们一切主啊 生命的源头 祢在我们生命中 主有一切的答案 主我们恳求圣灵今天 祢来到我们当中 来掌管我们的心思 我们要奉主耶稣的圣名 要捆绑主 要来撤着这二者 在这个地方离开主 没有任何的能力 主啊要拦住我们来到祢的面前 要听主祢的话也 主求主祢在这个地方分别为圣主 主啊将我们的灵魂体主啊 都一样的主 将我们分别为圣主 主我们知道主 祢就是我们一生的答案主 祢就是我们一切祝福的源头 如此愿望祷告奉绝书的圣名求 将荣耀归于我们的主 哈利路亚 弟兄姐妹请坐 哈利路亚 好弟兄姐妹今天呢 要来跟大家分享 这样的一个比较成熟的器皿啊 出自提摩太后书 第二章一到七节 相信弟兄姐妹都非常熟悉的这个经文 在今天的一个时代里面是一个 二十一世世代是非 是一个危机充满的时代对吗 有很多的危机 你看到很多的那些宣教士 他们去传福音 无论是到非洲 在中东 他们可能是被 被怎么讲呢 会被 绑架 会被杀掉的 今天呢 神一样的会教我们成为一个 传福音的使者 传福音的一个器皿啊 刚才我们的 帕斯特冠在领圣餐的时候 有提到这个 我们要成为一个传福音的器皿 不单只是传福音的器皿 要成为一个 成熟的器皿 弟兄姐妹 虽然这个世代是很危机 但是神还是要让我们准备好 成为一个被神所使用的 在今天这样的一个充满动汤 充满危机的世代里面呢 神的国需要器皿 不单只需要器皿 要需要一个成熟的器皿 你会问 我们要怎样成为一个成熟的器皿 我们一起来读这个圣经 读这个经文 提摩太后书 我们一起来读第二章 一到七节 一二三 在许多见证人面前 听见我所教训的 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 你要和我同受苦难 好像基督 搬在军中当兵的不将事物缠身 好叫那招他当兵的人喜业 人若在场上比武 非按规矩就不能得冠冕 劳力都丰富 理当先得良心 我所说的话 你要思想 因为凡事主必给你聪明 阿们 在这段经文里面呢 我们看到呢 就是说 保罗 劝勉 提摩太在三方面的 这样子一个要预备 成为神的成熟的器皿 提摩太 当 保罗 看提摩太好像自己的儿子那样 那么的亲切 第一个呢 他说什么呢 要在主的恩典上刚强 跟旁边那说 要在主的恩典上刚强 阿们 在这一第一节里面呢 保罗就对提摩太说 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要刚强 弟兄姐妹要注意哦 保罗不是说 不是对提摩太说 你要刚强 而是什么呢 要在主的恩典上刚强 在基督的恩典上要刚强起来 如果你看圣经你去查考提摩太的人性 他不是那么刚强的 提摩太不是那么刚强的 但是呢 如果你看保罗呢 是不同的 两个人都是不同的 保罗是一个很很很很 很刚烈的那种的那种那种行的哦 是很勇敢勇敢果断的 是很充满精力的 提摩太就相反 常常忧疑不解身体又不好啊 如果你讲要 叫保罗刚强起来很容易的 但是你要叫提摩太呢 就不大容易了 但是感谢神啊 保罗在基督的 保罗在这边没有跟提摩太说 你 你要什么 OK 好 保罗对提摩太说 你要刚强起来没有 他说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啊 弟兄姐妹什么是恩典 什么是恩典 恩典是本来我们什么都没有的 因为在耶稣基督里面呢 我们才得到一切的这些力量啊 爱啊 祝福啊 这就是因为能够从 因为耶稣基督就是一切 祝福的源头嘛 所以我感谢主弟兄姐妹 真正的这个属灵的钢强呢 我们不是说那种在属血气的钢强 啊 哇 好像那个 那个叫什么 incredible hawk 哈哈 不是那种钢强 知道吗 对不对 而是那种 也不是说你可以 哇 怎么讲很有大力士的那一种的 而是从主来的那种钢强 啊 那从主来的那种钢强 但是很多时候呢 弟兄姐妹我们在服侍的时候 可能我们会埋怨 啊 我们看到别人很钢强 我们看到 诶 有些人啊 呃 怎么你们 你在服侍的时候 怎么你 你是这么有能力的 啊 就是看到自己好像很切乏的 我们可以 我们有时会埋怨去跟人家比较 啊那种感觉 甚至我们讲 哎呀 就拿自己一个借口 我看神不会用我的啦 啊 我没有这样钢强 兄姐妹真的 我们要搞清楚在圣经里面呢 他不是这样子说的 圣经里面呢 他说什么呢 无论你今天 你是像保罗也好 你是像提摩太也好 神照样会用我们 阿们 啊 无论你是怎么样啊 神照样都会用你们 跟他们说神怎样都会用你了 啊 所以属灵 得利的秘诀哈 在这里说呢 呃 不是我们本来天然的一个本性啊 啊 而是在基督里面的这样的一个恩典 啊 跟他们说要领受主的恩典 要领受主的什么 那你说怎么样在基督里面的恩典 里面怎样刚强起来呢 啊有两方面 第一个你一定要来领受主的恩典 哈 今天我们人的问题就是什么 我们太刚强啊 不是太刚强 那我们 自以为刚强啊 从小到大我们就被教导 你要自立自强 啊 你不可以去靠别人 你不要去求别人 啊 从小到大就是这样子 灵死不求人对吗 但是我跟你说很多时候可能求人呢 不一定能帮到我们 我们要来求神 跟他们说我们要来求神 真的很多时候可能你求人可能也不一定会帮到我们对吗 哦 你家我们家里的发生很多事情 啊 你去求别人来解决你家里的事情吗 不 啊做父母的自己有孩子的你去求别人来教导你的孩子 做父母有这个结论什么 生而育你 不是生罢了要育你哦要教导哦 对吗 生而育你 所以有些事情你说要去求人 但是我们可以求神嘛 对吗 我们可以求神耶和福音 这边有写吗 哦 这边没有写 耶和福音 第十五章第五节说到什么呢 啊 我带给大家听 所以说主说我是葡萄树 你们是子子 藏在我里面的 我也藏在他里面 这人就多结果子 啊 是因为离了我 你们什么都不能做 上帝说离了我 我们什么 如果离了他 我们什么都不能做 可能你会讲 我还可以做很多东西 是可以做很多东西 但不一定会有上帝的祝福领导 保罗说的 万事都可行 但不都是 荣耀主的对吗 但不是都是荣耀主的 我们需要明白 主才是我们一切智慧 力量 还有这个喜乐跟爱的源头 我们不求他我们求谁呢 所以今天当我们面对在生活中 一些挣扎 弟兄姐妹 你我都是一样的 我们都会面对生活的挣扎 在事奉中可能面对很多的挫折 可能我们会想很多办法 转牛角尖 把它转出来 想尽办法自己去解决 弟兄姐妹 不需要浪费这么多的时间 甚至说 他只要谦卑下来到主主的面前 谦卑下来 为什么谦卑下来 领受主的恩典 弟兄姐妹 我们要记得我们的恩典 不是我们自己因为我们赚取的 今天我们还没有信主 我们还没有出母父之前 上帝已经卷选了我们 不是我去卷 不是我 耶稣 是我卷选你 不是 我们没有出母父前 上帝已经卷选了 我们在圣经里面有记载的 所以恩典呢 不是我们专辑的 绝对不是我们自己有的 恩典是 要来领受 跟旁边说要来领受恩典 用姐妹 当我们感到 灵里枯干 我们感到生活有很多的这些软弱 当我们觉得我们侍奉是没有能力 可能生不过 可能很多的情绪在当中 很多不好的意念在当中 用姐妹 我要 我讲广东话不大很好 我要 如果你遇到这样的问题 有两个最简单的祷告 当然这两个祷告是我在我生命中 都带来很多的帮助 很简单 第一呢 第一个祷告 第一个祷告 第一个祷告的就是说 求你纪念我 我们一同来讲 求主啊 求你纪念我 Remember me O Lord 为什么要做这样的祷告 兄姐妹 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 阿爸父 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 所以无论现在我们的光景是怎样 蛤 所以我们要告诉你 我们永永远也是神的儿女 你不要忘记 当我们在困苦当中的时候 我们还记得吗 我们是神的儿女 世界上哪有一个父母 他会忘记他的儿女 以赛尔书 四十九章 第十五节 无人也能忘记他赐奶的婴孩 不联系他所生的儿子 既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 这个是神所说的话语 真的哪有一个父母会忘记他儿女的 也就算有哪 圣经说什么呢 主却永远不会忘记我们 主会 怎样呢 永远的是 纪念着我们的 无论在怎样的一个光景当中 这个最简单的祷告 主啊 求你纪念我 因为我是你的儿女 我永远是你的儿女 所以主永远是记得 你跟我 主也永远不会丢弃我 所以最后那首歌的时候 一唱出来的时候 我真的是 很难控制我自己 哦 刚刚我们其实 那在每一首歌 我 我都是 对神的那个感触 非常的多 天线或低爪 经灿害力上边 都不能 以你的爱隔绝 哈利路呀 这个是第一个的祷告 简单对吗 主啊求你纪念我 第二个很简单的祷告呢 是什么呢 主啊求你帮助我 一起说 对吗 第一个求你纪念我 第二求你帮助我 当我们在 陷入很困苦的光景的时候 求你帮助我 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子祷告 我们都需要帮助嘛 对不对 我们在当中 谁不需要帮助的 你跟我讲 那都不需要帮助吗 每天祷告 啊上帝让他能够 成为神的死者 把更多的这个福音传给别人 上帝一直在帮助 啊这些敬畏的人在这里 Amen 所以今天呢 我们要来 在上帝的面前 真的 我们需要神的帮助 啊 神怎样帮助我们呢 其实 弟兄姐妹 你知道神是用笑脸帮助我们的吗 你知道上帝是用笑脸帮助我们的 圣经里面 我很喜欢讲这句话哦 很喜欢看这个经文 诗篇四十二章 呃第五节哦 四十二篇 我的心啊 你为何human 因为我在我里面反叉 我还在他说 哦 英文的这边哈 我们以前从这个 在呃中学的时候 都很喜欢唱这首歌的 应当仰望神 因为他笑脸帮助我 我还要称赞他 这些是出现在神的话语这些应许来的 神用笑脸来帮助我们的 笑脸有两个意思 弟兄姐妹 啊第一个是神很乐意 教脸 他很乐意帮助你的 啊神不是 不是说 哎呦 我没有办法啊 我不得不要帮助你 神不是这样子讲 啊不得不要 一定要帮助你的办法 啊因为你是我的女儿 所以我一定要帮助你知道帮助你 不是这样哦 神是很乐意帮助我们的 弟兄姐妹如果你知道 在成长的过程当中 我们都有呃 我四个孩子两个都大了哈 啊他们都是成年了 第三个都成年了啊 很多时候好像我的大儿子在外面工作 我很想他回来 什么的 很想他回来 诶还我很想听到爹地啊 I need your help 真的 长大的孩子有没有 啊有大都是有很多在外面啊 人生地不熟出来工作 他们一定面到很多问题啊 啊做父母的肯定会说 你想听到想去帮助孩子的对吗 啊 特别想想继承家业的 他是做不官 哈哈哈哈哈哈 我相信他也是希望的孩子要继承他的家业 他也是希望的孩子回来是跟他谈 诶有什么问题爹地 我想听到爹地 I need your help 如果你听到这样的时候 你会想什么 哎呀不要不要嘎笑我了 哪里可以这样啊 你一定会很乐意的去帮他对吗 今天的父神 在圣经里面讲他是要笑脸帮助我们的 蛤 那你会去找笑脸帮助你的人 你会 你会去找一个愁眉苦脸的人帮助你 我这里不是一直在说 誰说是那些多多多我认识 非常感恩 我刚刚来这边教会的时候 我跟Ciese林林讲我 这个后面的 其实我每天早上起来 我我的根一定是 一定是麻痹的 因为我有很严重的 sleep 其实Ciese林林讲 就跟Toto管讲 诶诶 你会胃乒乱承 我不能这样子 我站一下 我站下可能最多是半个小时 半个小时我会很痛很痛的 OK So Cecilin这样子 看到有这样的需要 她跟 她是抖抖冠奖要医好 那我就 我要领受这个恩典对吗 我要领受这个恩典 每次 被 Treatment的时候 她是抖抖冠总是笑脸 所以 我懂啦每个医生是不是这样子 她一定有笑脸 如果一个医生很凶的 可能你对她没有信心 所以 在我的就是说 从第一次认识到抖抖冠 她总是笑脸 所以总是说 你会去跟一个 就是说 如果是成年愁眉苦脸的 你都很感情 很怕的去 去 去之后 哎呀你可以帮我吗 上帝是以笑脸的那个 我们要将荣耀归过我们神 谢谢法师都不贯 你看今天 因为这个 treatment呢 到今天为止呢 after那个treatment呢 完全没有麻痹的 我可以站 你要跟我讲 多个小时都可以 完全没有麻痹的 感谢神 感谢神的 普人在这边 好 上帝呢 就是要 就是我们 就是做父母那样 我们 我们是 是要来帮助我们的孩子的 当你听到你的孩子 愿意来帮愿意出手来跟你分享的时候 啊 其实你心里面很开心的 一样的 听见天父 啊 我们知道神的心就是这样子的 当你来到我 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 他很乐意 啊 他等了好久 他一直在等 为什么你不要来 为什么不要来到神的面前 刚才我们唱的首歌 为什么对我那么好 神乐意的帮助我们 不单只乐意 还能够帮助 他 他真的是 他 他愿意的 主 愿意到他 每个人都被买了 所以今天 当我们走投无路 不求神 主啊 求你帮助我 I need you 求你帮助我 我们这样子一个 很简单的祷告 所以基督姐妹 无论我们是在困境中 不在哪里 不要在哪里 哪里挣扎 不需要在哪里挣扎 恩典也不是我们赚起来的 恩典是我们要来 百百领受的 我们所需要做的事情 我们要敞开我们自己 我们要敞开我们自己 谦卑的来到神的面前 这里说要放下一切的面子 要放下一切的军援 不求神 来领受神的恩典 在圣经里面呢 就好像那个 讲到那个 犯那个 十二年的 那个血肉的 什么 那个 犯血癌的 那个妇女 犯血肉症的妇女 她真的放下她面子 她来到神的面前 她要触摸耶稣 她一触摸耶稣的时候 她就即刻被医治 有很多人来触摸耶稣 很多人当时 但是为什么 只有她得到医治 她对神有信心 她对神有信心 她知道耶稣会医治她 她一触摸耶稣的时候 她就得到医治 她谦卑下来 就血肉 血肉症的妇女 她谦卑下来 只有她说 我要领受 我要领受神的恩典 今天如果我很爱面子 我今天的后面的 我不需要被医治 我今天的问题 还是在存在 面子 所以我们看见 我们要来领受 主的恩典 第二个 弟兄姐妹 来我们要看 要在主 OK 第二个是叫 站稳在主的恩典上 弟兄姐妹说 跟旁边说 要站稳在主的恩典上 一旦我们领受神的恩典过后呢 我们真的要站稳在神的恩典上 为什么呢 仇爹常常会来攻击我们 叫我们怀疑 主啊 你的恩典是真的吗 我们在当中可能有怀疑过 神你是真的吗 你真的会帮我吗 你的签书 五章八节 勿要紧守紧醒 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 如同吼叫的一个狮子 偏地游行 寻找可以吞吃的人 这边讲到什么呢 有两种人对不对 一种是可以被吞吃的 一种是 不可被吞吃的 佣姐妹你是哪一种 看到有两种人吗 这边 一种是可以被吞吃的 一个是不被吞吃的 我们是哪一种人 感谢主第九节 就给我们答案 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 抵挡他 因为你知道 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 也是经历这样的一个苦难 如果我们读这个教会历史的话 你看很多的这些 训道的为主 训道的这些门徒也好 这些爱主的这些基督徒也好 他们是这样的经过的 他用坚固的信心 抵挡他 被泡在那个战场里面 那个斗兽场里面 被这样子来挑战的 也愿意的为主来 怎么讲呢 舍命的 所以这边众弟兄也是这样的 经历的一个 一个一个苦难 怎样抵挡他 所以我们一定要抵挡魔鬼 来攻击我们 所以我们怀疑神而恩典的时候呢 我们一定要用信心来抵挡他 抵挡神 这个撒旦的工作 所以弟兄姐妹 无论今天我们的环境是如何 无论仇地的攻击是有多么厉害 无论我的心中是有什么疑问 我们一定要确信 神仍然坐在宝座上 我们唱了很多诗歌 神是永远坐在宝座上 神能够在死万事 互相效力的 叫一切爱 叫爱神的人都得益处 很多时候可能万事 不一定会互相效力 但是呢 神却能够使万事互相效力 今天无论我们能够明白 或者是不明白 无论今天的光景 你是多么的危险 今天一定要站稳在主的恩典那边 弟兄姐妹 我们一定要相信 神的恩典够我们用 跟他们说 神的恩典够我们用 所以第一个在主的恩典上呢 我们一定要刚强起来 靠主刚强 而不是靠自己刚强 世界上整天唱 世界很多都是 都是唱那首歌的 孙几给孙几给的 孙多对 第二呢 弟兄姐妹 我们要在主的话语上 忠心 在主的话语上忠心 跟旁边说 要在主的话语上忠心 所以在这边 第二节里面呢 保罗说一个很非常出名的 大家可能会背的 第二节 你要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 我所教训的 也要交托那忠心 能够教导别人的人 从这一计划里面呢 你可以看到呢 有四代啊 四代 这边有四代的传 真道的人啊 第一代是使徒保罗 第二代呢 是提摩太 第三呢 是忠心教导别人的人 忠心教导的人 然后第四代被教的人 看到吗 你会看到 哇 这句话里面啊 有四代的这个基督徒 保罗提摩太 还有那个 忠心能够教导别人的人 最后是别人 四代的信徒在里面啊 所以可以看见了 神的话也是需要我们 一代一代 这样子传承下去 Amen 在生活当中 也是一代一代去教导的 今天你领受的 我们第一代信徒 今天领受的 That's it 不用教了 让下面的人 自己去自生自灭 不可能的嘛 你刚才希望你的 后一代 一代一代一代传下去 教导的嘛 对吗 可能你就说 我又不是牧师 我又不是小组长 我又不是组的学老师 我怎样去教导神的话音呢 弟兄姐妹 在我们的周围 我们有谁呢 朋友 亲戚 对吗 还有我们遇见的很多的 都在周围的人 想想 在今天的 刚才会开始了 这个充满危机的时代 在今天的生活里面 生活困境里面 有多少人都是在挣扎当中 有多少人都是没有盼望的 有多少人都不知道下一步怎么走的 我一个很要好的朋友 他真的是可以说在我们的同学子中 是讲打工的 不要讲做神医的 他是最top的 他是爬的很高的 他是怎么讲呢 就是说很富裕 他是靠 真的是 怎么讲呢 很努力 靠自己的 跟他太太 很努力去做工 但是到今天 有大房 有大车 有什么都有啦 但是到今天他会跟我讲 我不知道 我的方向是什么 你明白我在讲什么吗 可能里面得到的很多东西 很多的空虚 他跟我讲 我不知道我的方向是什么 真的来到一个地步的时候 好像来到瓶颈那样 虽然 很成功 这是我一个很要好的朋友 他不是使徒徒 但当年 这样过去多么多年 他在很低落的时候 我总会 在用神的话语去 去鼓励他 但是有一个事情就让他很 纠结的事情 他不能够来到神的面前信主 因为他说没有父母就没有我 因为家里是拜拜的 但是我们要继续去祝福 你看到蓝主吗 你看到蓝主吗 虽然有给很多的解释 有很多的真理在里面 但是我们要继续的祷告 没有办法继续祷告 一句话跟你说 因为没有父母就没有我 我是拜拜的 但是 不能够去承认一切的东西 就是从上帝来 阿们 我都是一直在祷告中纪念他 所以今天很多人不单只是成功人士 现在的人很多人 特别年轻人 怎么样 年轻人可能也是有很多疑问的 你看现在很多的年轻人 因着这个世界的引诱 很糟糕很多很小的他们已经 性开放了的 从他们原理当中我们就知道 很多那些 很多的那些污秽的原理的 因为价值观已经没有了 不懂要不懂谁可以教他们 有些甚至没有没有这样的机会 所以 我 其实我的家乡 九六五 我的校长在这里 我差不多三十多年是 见回我的校长 其实是Sinty的父亲 感恩 非常感恩 他是我校长来的 我是从六年级呢 我来到福隆 要进ACS读书 在这个时间呢 我是没有父母的照顾 完全是一个人 我 如果不是能够进入到教会 是一个 我的同学带我进入教会的 当然是我姐姐也带我姓祖先 然后 我这个同学带我进教会 在教会成长 有很多的 哥哥姐姐 属灵的哥哥姐姐带着我成长 如果不是那个时候 你想想我是父母没有在身边的 我读书的时候有很多的那些也是不好的咖啡的 哈哈哈哈 是吗 如果今天没有信主 我不知道我会发生什么事情后来 有后 是一定会被影响的 但是主进入到教会 有很多的 每个礼拜 有完书每个礼拜都带你去教会参加 参加青少年 啊 在那边成长 通宵祷告 很火热很棒的一个团聚被教导 今天能够学到很多业励 是因为中学的时候 在教会的时候 有机会去碰到这些哥哥姐姐 教你所有的东西 很棒的一个恩典 所以我们今天来到教会呢 上帝给我们很多很多的恩典 是外怨不能够给到的 阿们 所以今天能够到教会 是因为上帝的恩典 连到我的身上 所以我们看到呢 如果一个年轻人他没有被教导 没有很多时候没有被引导的话 好好引导的话 我们不知道他会end up到哪里 所以今天呢 我们要带给别人一个人生的方向 不要说你不重要 你非常的重要 旁边有很多人有这样的一个需要 他们需要神的话语去教导 在主的话语中心 你看一代传一代传一代的 如果今天你做小组长 感谢主阿们 每一个星期你可以教导主缘 当主缘有遇到问题的时候 有遇到这些什么困难的时候 他们的生命啊 在教导的时候 生命被砸根 不至于 东汤不至于跌倒 那小组长也是很重要啊 在主缘里面的一个分享 在话语神的话也让他来扎根 所以弟兄姐妹做父母的 我们也是想到 我们也是教导我们的 而你是我们教导的对象啊 诶 弟兄姐妹 你不要好奇有一天 这些孩子 你的孩子 我会来问你属灵的问题哦 有一天我 我回去的时候 我孩子他们也是机会玩 他们刚刚就讨论了 在那个什么 他们的UV里面 讨论一个东西 就是说 诶 上帝那么完美 为什么他造的人都是犯罪的 难道上帝 不是那个很好的品质的 那个管理员吗 对吗 上帝不好 不是这样子 人这么会犯罪 他这么好 他是一个perfect的 问我 问我那种属灵的问题 你没有问过吗 人家有问过你这个问题吗 诶 上帝 没有哦 上帝那么那么 那么好perfect的 这么 人都会犯罪的 像他是QC很差嘛 A very bad QC controller 或者是QA 或者是QA 你会问这个问题 孩子这样问题 你要怎样打他 属灵有问题 有啊 我打倒他们一个小时 爹地够了 上帝是掌权的上帝 上帝是地却掌权的上帝 所以我们 感谢主 当然在神学里面有帮助啦 因为有帮助 但是我们不是说我们练神学 我们一定要去练神学 能够去帮助我们的孩子 可能是在属灵方面 但是如果是在榜样方面呢 因为孩子都是 孩子的眼睛都是明亮的 他们会看我们 我们怎样做他会怎样做 对吗 他都是看着我们的 如果我们整天在家里是 是是是 呃 讲出话的 你相信你的孩子 也会想出话的嘛 他讲 你姐姐都可以讲出话咯 受教导 这个东西是在教导 而你也是我们教导的对象啦 也会问我们一些属灵的 这些属灵的问题啊 所以我们要准备好 真的是要准备好的 学生帮助我们 希望我们能够在神的话语上 真的能够做一个忠心 啊能够教导别人 不但在我们口里 在我们的生活 也能够活出神的话语 啊做出这样的一个见证 你看吴启贤吼 你看吴启贤那边讲什么呢 他讲那时候很久啦 我又看到这个影片啦 过tv邀请他做做访问的时候 他说传福音用说的 我说不过牧师 看到吗 我说不过传道人 但是我从圣经里面读到一句话 就是说 如果你只信但是没有行为 这个信是死的 所以我活出那个行为来的 yes yes walk the 你walk the talk也要好 walk the faith也好 就是这样子 所以我活出那个行为来 孩子会看我们的 孩子会看我们的 啊 弟兄姐妹 要在话语上的忠心 从今天开始 真的 今天你的一点一点的下功夫 在圣经班里面 他们来的时候 我相信他们真的是对神的话 有真知灼见 一定有领受的 今天来看圣经班的时候 他们知道这一卷书重点在哪里 当初我们去去去读圣经 我一讲创世纪 他们知道主题是哪里 是什么 我讲出IGG 他们知道这个主题是什么 啊 着重那个重点很重要的 今天可能你会看来可能是 哎呀这些小事 但是上帝要叫我们在小事上忠心 一定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有帮助 好最后呢 这边 就是第三要在主的福事上成熟 弟兄姐妹姐说 要在主的福事上成熟 保罗从这个第三节 到第七节 这边是讲到什么呢 就用三个比喻 你看到吗 用三个比喻 描述一个成熟的基督徒 这个是个成熟的基督徒 怎样还能够成为一个成熟的基督徒 第一呢 像经人那样 第一像经人那样 然后 要经历磨练 然后第二呢 要像比武者 要有归节 就是有体力 然后第三要像农夫忍耐等候收成 第一要像经人那样 经历磨练 经历磨练 这是在罗马书第五章第三到四节的 这边讲到 像经人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 经人是一个特质什么呢 他是一个很致死中心完成任务的 对吗 你给他任务 他是致死中心的去完成任务的 在美国呢 用里面来看 哇 这么快 哎糟糕 啊 幸好 sorry 我按过了 我按到吗 ok 好 在美国呢 有一个出名的学校 叫做西典学校 我不懂大家有听过没有 United States Military Academy 近期的人都知道 这个训练是非常严格的 ok 那些新神一进到里面呢 他们受恋的时候呢 啊 无论这个精官怎么跟他说呢 他们 只有两个答案罢了 yes sir or no sir 这样子罢了 啊这个情况 啊 yes sir or no sir 如果你再讲多一句呢 你就要受处罚 很严格的 但是你说这么 这么不合理的这个训练啊 这么很多人都要尽气呢 为什么 很多人在抢坐器报名的呢 west point 啊 这个精写下为什么呢 因为大家 当他们看到 那个毕业典礼的时候 他们看到这些精 精 精对训练出来的精兵精英 哇 华语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 形容啊 叫做熊揪揪气昂昂的啊 那个状态 哦 是很威武那种被训练出来的 很让人家羡慕的 想到今天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也一样的是 我们也是要被磨练 啊今天也是要被磨练 哦可能 呃 你会觉得这个 很困苦这个磨练很难 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 啊 但是目的不是叫我们受苦 是要我们生命像耶稣基督 活出耶稣基督那样的一个样式在里面 罗马书 有打出来吗 啊 第五章第三到四节 不但如此就是在犯难中也是 欢欢喜喜 因为知道犯难生忍耐 忍耐生老练 老练生盼望 老练这个不是老油条啊 哇 忍耐生到老练了 老练这个在原文里面 他是一个品格 是一个属灵的品格 他生出一个属灵的品格在里面 啊 所以你的属灵品格 一旦被锻炼出来的时候 我们的生命就好像基督那样 啊 耶稣基督那样 啊第二方面 保罗也讲到上 什么 一五者要有规矩的 啊 马来西亚一直在筹备做对吗 啊这个 什么奥林匹克的 如果你看你球的话 啊 他们要怎样怎样去训练的 他们一定要按照规矩的对不对 他们一定要按照规矩的 他们一定要按照规矩的 他不可以说我要这样就要这样的 对不对 一个比赛的人一定要按照这个规矩 来受训练的嘛 OK给你看一个新闻 在7年12月的 OK 大家有看羽球的巨手 看羽球的吗 有看羽球吗 我不懂你认识这个人吗 我最近我就是奇怪 为什么这个韩国的选手 他很厉害的呢 为什么他没有没有被安排的很多的赛事 没有被安排的 原来哦 这个啊 在亚印会啊 他们得到银牌的这个 韩国的这个右边的这个 崔帅贵 他们讲崔帅贵的这个他的名啊 为什么呢 因最久没有参加国家训练 然后还带带你有回宿舍的 这个报纸上有些的哦 新州的报 你看在那边吗 OK 被韩国的遗种处罚 开除出韩国国家的遗球队 激励 哪怕你是最棒的一个 选手 你没有激励 在团队里面 you are out 讲到激励 当然 要成为一个医生 你可以问他什么叫激励 啊 要成为一个罗业 怎么叫激励 啊 什么叫激励 所以 一样的 无论你怎样好 但是你没有激励 你还是要被淘汰的 啊 不是说一个参赛 参赛的比赛 不会说我爱怎么样 就怎么样的 对吗 所以激励是要 就成为一个 夺标的一个因素 啊 不可以少的这个 同样的激励怎么在今天的 属灵的道路上 一样的 今天如果我们要讨神喜业 我们不可以 怎么讲爱怎么样 就怎么样的 你知道吗 这个 门徒啊 disciple 是从这个discipline出来的 这个字的 发展出来的 disciple 是从discipline出来的 换句话就是说 门徒是哪一种人啊 门徒就是一些 有激励的人 在属灵生活上 是有激励的 圣经上说我们要在话语上 有激励 好 我们要管束我们自己的话语 ok 但是我们的情绪上 也是要管束自己的情绪 可能在生活的世界上 更加要去注意 今天我们守时吗 生活当地 今天我们准时来 聚会吗 我不要说他的名字哦 这个很要好的朋友 他去印尼 他不是去 他是印尼去走走啊 这么巧去那个地方啊 他经过啊 就是唐从龙牧师的教会 在很 很什么 一个他非常感恩 能够到唐从龙牧师 他们辞了 他们上到去唐从龙牧师 他看到有一个 那个signboard 那边写 You are late for service 他直接会跟你讲 因为他们很严格的 在唐从龙牧师的里面 在很多年前我在 那个SCM也是有一班 一个牧师从香港来的 叫永光堂的 你知道他们也是很严格 到了时间关门的 不给你进 教会 不给你的就是要准时到 在细节上 这个是纪律在小事上 如果你在小事上忠心的时候 神就把大事 叫来交托给我们 对不对 第三 要像农夫那样 啊 劳力的农夫 李当先得良 先得良心 向农夫忍耐等候收成 来弟兄姐妹一起说 向农夫等耐等候收 一定要忍耐 谢谢弟兄姐妹的忍耐 农夫跟前面的两个人不同 当然农夫没有军人那种刺激 也没有像比武者那种得奖的光荣 农夫一定要忍耐 等候 还能够享受那个收成 一样的 我们在我们的人生当中 过程当中 很多时候 我们可能要在那件事情上 我们等不及 我们一定要快快看到的成果 古代有一句话 叫做霸苗助长 什么叫霸苗助长呢 这个故事呢 一个农夫呢 他去种到的时候 他要快快 要希望他能够结果 拿到最后呢 太多的水 让他那个苗都死掉了 霸苗助长 是不是我们在我们生命当中 也是很焦急呢 我们祷告上 我们一定要看见那个事情的成就 我们不能够等待 我们要好像要很快速的看他 看他成长 但是农夫不一样哦 默默忍耐的 还要等那个过程走过啊 完成那个 他能够各按旗子成为美好的 我们看到耶稣也是一样 耶稣在地上的那个日子 他是很专注在教导天国的道理 天国的真理 然后按照他们的需要去爱他们 去教导他们 你看他对彼得这个 在彼得他不会对彼得说 哎你是头来的咧 你去洗脚 然后对耶翰说 哎你是爱的使徒 你去洗脚 没有 耶稣给他的榜样 耶稣去洗脚 忍耐 给他们看到 那到最后呢 啊 耶稣自己 知道这些门徒呢 最后耶稣 耶翰也好 彼得也好 各按旗子成为神 重用的使徒 好 弟兄姐妹今天呢 我们听了那一篇说 要成为一个成熟的器皿 啊 我们真的需要 啊 神的国不单只需要器皿 我们真的需要 在主的恩典上刚强 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说 我们做个总结 一起来说 要在主的恩典上刚强 要在主的话语上衷心 要在主的福祉上成熟 我们有请事情 好 我们有请事情 哈利路亚 好兄姐妹我鼓励你 好 今天呢 的确 我们不要忘记 哈 上帝 应许我们 他说什么呢 流泪撒肿的 必 欢呼 收歌 对吗 如果今天弟兄姐妹 你在流泪撒肿的当中 我鼓励你哈 你一定知道 哈 上帝 哈 会让你有一天一定欢呼的收歌 Amen 哈利路亚 弟兄姐妹我们一同站立 哈利路亚 我们来唱最后的这首歌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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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亚